大家好,大家好,高律师好,和平好,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了政法系统那些人,那些事第24集 上一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就讲了 这一集是要讲 公安部的第2局 经济 犯罪侦察局 这个局 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讲 可能普遍性接触比较多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经济活动超过了政治活动 经济的热情 也超过了政治的热情 所以这一集 应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请高律师来讲 和平很敏感 这个马上意识到了 这个为什么这个局非常重要 我上次就说过了公安部的这个排名呢 他还是多少跟他的重要性有关系的 实际上共产党在最早最 最成立局的时候就把这个 经济那个时候叫经济保卫局 现在叫经济犯罪争 那个叫经济保卫局 就放在第2局 那其实共产党对这个经济的事 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一丑在50年代 这个局是更重要 做什么呢 钱袋子 当时大家知道在50年代 很多 的企业都是私人 企业都是国民党的资本家 如何把这些国民党的资本家的钱 来变成 社会主义的经济 那是这个局里面的重要的任务 那特别是 当时 有很多私人企业家 才看到这个局势以后 采取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手段去 转移资金逃避资金也好 这个通通的对共产党这些从最早 紧张山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个政党来说那你是逃不了的 这个我是要想办法把你所有的这些钱一步步弄到手了所以这个局主要的工作是这个 那 其除了这个城市的资本家以外 乡村里面土豪列生也是这个局里面重点的工作对象 你有多少钱 在什么地方 你的土地怎么样 主要是打击这些人来 这个 转移资金的 那这个工作完成了以后 这个局的这个 工作性质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记得在50年代后期这个有一段时间是叫 叫什么内保局吧 内部保卫局吧 内部保卫局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内保局是干什么的 很常一段时间叫内保局 内保局就是说 大有国营企业 私有企业里面的 一些犯罪的侦查 这个 再演变到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局就变成了这个 经济犯罪侦查局 那这个可能我们很多观众 就像和平刚才讲的 很熟悉这个局了 那全国各地的竞争处 竞争大队 这个 我们很多私人企业家都 没有办法来逃 你可能不是跟正宝没有关系 但是 你可能 会跟这些经济保卫处的人有关系 因为你金宝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金针处啊 我印象中公安部的这个 经济犯罪局啊 在有一段时间是没人愿意去的 我过去有个 有个同事叫 叫李金宝 我现在还认识的 跟我在一个 在一个同胞卓嘛 在一起嘛 我去 竞争局啊 这个没人去干嘛 只有 我去啊 他就跑到金针局去了 做个副局长 这个 后来没人说油水好大呀 不得了啊 这个 做了做了几年 后来还有个叫姓高的 也姓高吧 这个 也在那边做了做了金针局局长 这个 高峰 好像叫高峰的这个 好像这个印象 所以 金针局 现在看来 大概是在公安部里面有水比较高的一个局 因为 一千社的经济大案 小的大小的案子他们不会 不会这个再去关 关切了 他们 有一个金额的这个 规定 大概 具体多少 我不知道 中国在这个内地上都是这样 多少钱是工商所管 工商局管 多少钱是初级法庭法院管 多少钱才会上中级法院 多少钱才会上 市局 公安局 就是多少钱是要报听 多少钱是报公安部 到了公安部手里 那是很大的 天大的案子 没错 这个小案他们是 看不上了也不管了 除非 你这个有特别的通天的熟人 你跟金针局的讲一讲他们会关心这个东西小小案子他们不看 就是大案子他们才会牵扯进去去管理这些事 所以金针局在管理这些事里面当然权钱交易就会很多了 全国各地的竞争处 竞争大队 竞争这个局 甚至有地方叫竞争局 因为你从他成立竞争局 竞争大队 你就知道 他的权力在蓬上 因为这个权力是发展 这个跟他的这个直接的业务是有关系的 做一届竞争 这个 大队长 或者竞争局局长 应该说 拿去让他坐牢应该不会过 因为他们一定会闹到很多东西的 这是 这是 大部分的这个 竞争局的人 我相信 我们的观众里面如果有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十有八九都跟他们打过交道 那么他们打 他们侦查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来 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讲 我现在不谈哪个地方的具体的这个人 我只是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有个地方人 他在外面他既不是公安系统的人 也不是什么 就是个社会上的白手道 那这些人呢 跟竞争局 竞争处 竞争处的人 会有很多联系 那 一旦 发生了竞争大案 竞争处的那些人呢 不跟你直接联系 而是通过这个白手套的这个中间人 他什么都不是 来跟你在 谈 你要做的什么东西 你要搞点什么东西 你要交代些什么 或者你要写个什么东西 你要配合他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才怎么样 怎么样 那当然受惠的这件事情也是个白手套安排的 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帮你把这个事摆平 那至于说他跟 竞争处的人怎么联系 这个不是你要关心的 这么神秘呀 不是神秘 他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他也通过白手套 因为现在 表面上反腐这么凶嘛 你不能直接说对不起 何必你 你给我一半钱我就把你放过了 不能这样做嘛 他当然有一个中间的白手套人呢 这公安是 拿着钱后是 这个不留痕迹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的 当然痕迹还是有啊 最后把这个人抓起来 一审信 他可能还会被迫交代 但他一定会有很多 保护自己的 这个第2第3的这个形式 所以竞争处的这些人 竞争保卫处的人 就是通过这些方面 来摆平 一个又一个的 金字案 目前中国 我们不是说在割韭菜吗 做什么东西这些事很多吗 大部分通过这个形状 大部分是通过这个形式 来操作的 你 因为 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我们都能该 知道 如果按照 中国的法 你如果找出 你一点 有问题的事情 来 这个是很容易的 下 我要找出你 就说你没有 你说你偷税漏税 或者你 申报的这个登记的 这个 自禁的登记 给你申报的不合不符合 也会找你吗 也可以把你刑拘起来 所以他这个理由是很多的 你是防不胜防的 那一旦出现这个问题 那你就跟金正处的人打交道 你就想办法 找关系 走后门 他们有固定的白手套 你必须 找这个固定的白手套 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 那就看谁的关系大 人的背后的力量强了 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呀 这个 所以金正处里面侦查 所谓经济犯罪 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操作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经济侦查局 当然他们很多 你比如说说 他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名字 就叫诈骗 诈骗罪 就是 你特别是 对那些 逃 逃亡在国外 或者说你要走的这些 逃走的这些人 他很容易弄一个 诈骗罪 来给你安上 因为诈骗罪可以说 你在跟人家 签一个合同的时候 你没有诚实的说或者你资金并不那么雄厚 或者说 你说了你很多雄厚的不符合的东西 本来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民事纠纷 但他可以说你是一个刑事犯罪 是个诈骗犯罪 这样就会来 也各种途径 来处罚你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有可能是因为在国际上追捕的 当然我们知道 后面会讲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只是讲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跟国际刑警组织当然密切联系在一起 但经济犯罪 国内的经济犯罪 是我们国内特别是我们这些私有企业家 没有办法 躲避的一个单位 这是公安部的这个 经济犯罪侦查局 因为 公安部的 这个局 我们总体来说 它是不直接管辖 案子的 就像行政政政一样 但 正如你所说的 如果 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 犯罪的恶度非常大 那公安部的经济局会直接牵手 第二 这个犯罪的这个 牵涉的这个范围跨省市的 公安部要插手 他可以 但是你现在的经济犯罪 你说哪一个不会 有几个不会跨省市呢 都会的 大一点都会跨省市 所以 他是有这个权利去 提交 提掉这个案子的侦查的 那就看他的自己的愿意呢 怎么提掉了 我这个地方要请教你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 工商局也抓查经济案子 税务局也查经济案子 然后海关也抓经济案子 纪委也抓经济案子 对吧 很多部门都在抢这个回肉 很多部门都在抢 那么他们这些部门是互相配合合 合逐 还是这个案子到了我公安部手里 啊 你 工商局就不管了 这个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尖锐 这个非常脑道 嗯 这也真是 啊 公安部门跟其他部门一天到晚 要打架扯皮的一件事 最后就看最后的 谁的权力大 谁的能力大 为什么公安部最凶呢 公安部有一个东西 别的 这些抢肥肉的这个单位是不能别的地方 你知道什么地方吗 抓人 直接把你抓进去你损犯 对不对 这个你其他地方 你你你 比如说其他地方 你你没有这个权力抓人哪 你海关的什么什么 你不能够抓人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安部的这个刀把子的凶狠的地方 我把人抓了再说 嗯 这也发生了很多很奇特的案子 你知道有些地方 这个 这个单位 把人保起来 那个单位要去抓人 那个单位要人 这个单位抓人 所以你觉得中国的有些刑法这个司法的案子 非常的 荒流的 你比方这个省里面到另外一个省里面去抓一个经济犯罪分子就碰下这种情况 当地的 你比如说我举个案子 有的人要到 广东去抓一个人 外省 外地一个一个 记不住哪个省 要到广东去要抓一个人 那 这个外地的这个省事先是取得了公安部的同意的公安部就是你 需要去抓的 广东去抓 但是广东当地的公安机关就是要保他 你到我这呢 哪怕你有公安部的这个东西 我有很多办法来保护这个人不让你抓 所以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奇特的现象呢 外地去抓人的像做贼的样的 然后就就像这个逃犯一样他被人家追的抓的人就拼命的赶紧跑 这个 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这块肥肉 谁来吃这个肥肉 这个人抓进去了 那就是我的肉了 那我就开始在吃了 你到底给我透 然后百分之 三十五十出来 你就出去了 你不吐出来 你就在这待着 所以这个经济犯罪政材局就是 这样来的各地的 各地的 金针 金针大队 金针处的这个官员 一般来的都是各地公安厅局长的 心腹 所以公安部也把他派的第二大局 因为这个是个油水很大的一个局 这个 当然现在金针处 人家对你就像你刚才说对的小 小案子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人家最 最关心的是金融犯罪的这种大的那种 诈骗案了 当然现在就像你说 现在最热门的是比特币的这个 比特币的这个案子 这个比特币的经济犯罪这个东西现在是成了 据说成了中国 不仅仅是金针处 政府官员最喜欢的一个 货币 因为这个东西 太容易藏了 太容易有了 太容易转让了 你抓不着摸不摸不见 这个 所以听说现在中国 让我碰到的 有个案子 就直接跟我说你给我90个比特币 就算了这事了结了 直接要 那那其他的人当然有 更多的就是说你不给我币 甚至那个机器也很重要 你比如说那个那个那个 挖币的机器 嗯 甚至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也投资了很多这些挖币的机器 那这些挖币机器很值钱的 那就扣留起来的 那竞争处就会根据这些东西跟白手套 在那边 这个 搞来搞去 总而言之 你把它透出来 我觉得满意呢 嗯 我就这个事就开始结束了 所以现在他们 最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比特币的所谓的犯罪 现在中国比特币已经在中国宣布这个 违法了嘛不合法了嘛 大批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经营比特币的这个生意的人都逃往美国来 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不会限制这个比特币的 因为中共最恐惧的就是不能控制 比特币这种去真情话的方式他们就发现不能控制 但是你就算你 因为你就算你的商家没有了这个比特币他永远只要掌握那个一项密码 他也不需要像 像我们有些朋友像我们的合体一样在家里藏了一天一千台茅台被搜出来 你这个是罪状 我就喜欢喝酒我就藏点茅台嘛 隔膊行后实在后家里藏了很多字画后来查下来是假的 假的不行 假的按照真的给你的算犯罪 因为中国的字画没有几个是真的 这99%都是假的 那个古文物 这个 他不像那个东西 你比如说钱也是 你像有的人钱一堆 你如果超过了一亿人民币那一大堆在这个地方 对啊 也不好 成者也不行 你成者瑞士的话你成者主里面的东西都是一大堆 他比特币他没有形状 所以中共官员现在是最爱 在爱比特币 在爱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 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是一个趋势 年轻的一代人我在过去几年 接触了很多年轻人 纽约大学的 哈佛的 马省的 英国的这些大学都跟我讲 比特币 不管 怎么去打击 限制 很多人不了解 真正的 玩财富游戏的人 最终还是发现这是一个最好的逃避的一个方式 最好的流传的方式 好了我们经济侦察局还有什么话要讲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现在进入哪一个局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看样子你的嗓子也不太舒服 你不能讲话了 喝喝水 我现在其实我 可以不休息 但是他也休息 看样子 这一步 他已经 打 这个 这个 还是 保护你吧 保护你吧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高律师 我们期待着 政法系统 那些人 那些事 第25期 看我们 讲什么样的内容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利用视频